网友们大家好 著名的人权斗士 流亡在法国的人权人士张建先生不幸去世 这个消息对很多人来说非常的突然 很多人难以置信 那么我们访谈了一下在法国巴黎的他的两位好朋友 一位是韩伦利先生 他跟张建认识15年 他认为张建是一个真正的反共人士 值得让人忠敬 他也是从张建的房东那里 第一个接到电话 他那个房东姓陈的一个先生 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恶豪的 另外一位呢 就是跟张建居住在一块的荣自立先生 荣自立也是从房东陈建文先生那里 知道这个恶豪 当时陈先生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还是痛哭流泪 就是那个房东都非常惋惜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利用他们繁忙之际进行了一个仓促的访谈 来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后过程 也对张建表示敬意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也联系到了张建在法国巴黎的朋友 韩伦利先生 韩伦利先生上次我去巴黎也跟他见过 他也是从国内逃到法国的人权人士 他也在推动民主运动方面非常的热心 经常在推特网上做一些推进民主的活动 韩伦利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郭报生先生 很高兴就是大家关心张建先生 经过八天的时间的寻找 终于有了结果 可是不幸的是张建先生已经去世了 今天刚刚得到消息 在两个小时以前 陈建文先生直接给我来电话 来电话呢 他说是警察直接找到了张建的房东 陈建文先生 警察是得到法国大使馆的任命 然后找到了陈建文先生 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的 最近八天的失踪的时间 在此我想 我想就是要 着重要提到 玛丽豪子曼女士 她为找张建先生 日理万机 有八天时间几乎没有睡觉 玛丽豪子曼女士 她是汉学家 她是团结中国协会的负责人主席 她创办的团结中国协会 帮助中国人民的自由斗争 四十年如一日 为推动法兰西精神 自由平等于不爱 她做出了四十年 将近四十多年的努力 我们感谢她 另外盛雪女士 也是八天时间没有和言 身体不适也来不及去看病 我说盛雪女士 你要多多保重自己 OK 现在我们要关心一下 就是说两位女士 自由女神 我很感动 我现在说不下话 现在说这情况 我们的朋友 让他们见 就是情况 这个确实是个不幸的消息 确实 你也不要太激动 确实让人伤心 当时那个 就是玛丽女士 她昨天发出的消息 说有可能在安曼医院 她是从哪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呢 虽然这八天时间有很多传闻 但是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结果 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都是能理解的 据提到张建去了哪里 怎么个过程 现在应该是画上记号了 张建确实已经进了天国 他应该在天国是安息的 可是呢 有些个消息 是大家关心的结果 都是可以理解 都是可以理解的 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是这样的 那你跟那个张建 在法国你们认识了多少年了 2004年 我第一次见到张建的时候 是在巴黎的人权广场 是纪念六四 2004年是纪念六四 多少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在那里 我当时我在那里 我谁都不认识 当时我谁都不认识 我谁都不认识 我知道那一天是纪念六四的时间 当时我看到了卫星生先生 我认识卫星生先生 我说卫先生 我认识你 这里别人我不认识 我感觉到 怎么天下都是中共的 我走到哪里 我感觉 中共都是如影随行 这种状态 所以我认识你 别人我不认识 他说 卫星生对我说 在巴黎有事情 你找张健 张健是我们自己的人 这时候我认识张健 这是2004年的六四纪念日 在巴黎的人权广场 从此 我们 是紧密的是一个战友 我们在一起 是紧密的战友 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 就说是反抗斗争 我们共同的努力 写报道 共同的抗争 OK 我们是团结一起的 现在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他身体不好 还要出去 大家挽留他 也没有挽留住 这是也是我们很愧疚的 作为我来说 我也很愧疚的 我为什么不拉他呀 可是 这方面我们很愧疚 这点 是我们的战友 对对 张健先生 张健先生在这个六四之前 在我们的心里撒了一把盐 他他是六四的时候 他是六四的一个火化石 对对 他身上有 他身上也有弹痕取出来 他的弹痕现在留在香港的六四纪念馆里 就那个子弹 对对对 所以说中共 这个独裁专制的话 他是一种 就是一个火山一样 就像一座火山一样 万一喷发的话 但是人们善良的人们 想不到它的危险性 还有破坏性 独裁专制是一种火山 万一喷发的话 它破坏性非常大 非常强 善良的人不能预想它的破坏力 对 我非常感谢郭宝胜先生 感谢各个的网友 同志们 朋友们 对张健先生的关心 我作为他的朋友 张健在巴黎 就是种种原因 在巴黎过去的事情 分裂了很多 还没有几个真正的反共人士 张健是坚定的反共人士 反独裁的战士 我们向他尊敬的 张健先生致敬 也请各位朋友 有节哀顺变 我们还要纪念六四 还要抗争 还要争取民主自由 为全中国人民 争取民主自由 还有人权 我们也争取我们的选票 推翻独裁专制 好 非常感谢你 接受访谈 确实是个非常悲痛的消息 现在有了这个结果的话 确实是个很大的恶毫 那怎么样处理后事 希望我们保持联系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再见 住民的人权人士 六四的学生斗士 法国巴黎流亡人士张健 不幸去世 这个消息很多人难以置信 所以我们邀请到 在法国跟张健 同一个房子的 同事流亡人士的 荣自立先生 他来讲述一下 整个前因后果 荣先生你好 那你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张健这次 他为什么要出去 然后呢 他还要身上很多这种重病啊 然后最近你是怎么得到 这个不幸的消息的 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先说一下 原计划他是15号回来的 15号 15号的飞机 他16号就赶到 把力了 原计划是这样的 然后从16号失联了 失联了以后 我们一直在找 就是到处在打听 在让玛丽女士 到处在找 一直找不到他 因为之前他又有病 我们也同时也怀疑 他可能是生病了 结果呢 今天下午警察过来了 警察过来 法国的大使馆通知这边警方 说是张健不幸在飞机上去世了 这个消息实在是确实的 张健他是3月15号的有他走的 去东南亚 他从印度 从去印度没去城 想去见达赖达猫 没去城 所以说回来以后 我们就不让他生气 就说不要生气 有些东西 先看病了解 因为他肝不好 结果他也没听 他当时身体上有哪些病呢 他当时 尤其无力的 反正有时候尤其无力的 病情他瘦得很快 他肝部有点疼 去检查了以后 说是有几水 有点几水 我们就劝他住院吧 他可能是事务繁忙吧 就质疑要走 说要去泰国 去东南亚待几天 然后回来住院 当时预约的是19号 结果12号以后 12号他发了一个视频 就说胳膊肿得厉害 我们就把干净的 跟医院联系吧 就联系到16号 让他一下飞机 马上去医院 结果16号就联系不上了 不知道去哪了 打电话也不通 一直就在到处找 结果今天下午受到二号了 下午是法国的警方 找到房东的 对 那这个房东 房东是一个华人吗 是的 这个房 他给你打过电话是吧 对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他知道我那几天在找 一直在找他 在找张健 他说 刚才警察来通知了 说张健去世了 很惋惜的 那是那个 是怎么去世了 他是在飞机上 就突然去世了 还是在医院里 在飞机上突然晕倒 在飞机上 在飞机上突然晕倒 然后呢 就是减息降落在法国 德国 降落在德国 哪个城市 具体哪个城市 我也不知道 因为当时来的时候 我没在家 我在外面工作 对 那在德国的医院 就是抢救无效 对 抢救无效 那个警察就是给房东通知 然后房东打你的电话 对吧 对 那你跟张健一块 生活了多少时间了 生活了 我有七八个月了吧 七八个月 对 那你觉得他这个 出的关系非常正 关系非常好是吧 对对 关系非常好 哎呀 太心疼了 一直就跟亲兄弟一样 他也没有 也没有个家庭 你看就是 我们就跟一家人一样 嗯 你是有太太孩子啊 啊 你是有太太孩子是吧 对对对 我有啊 啊 管老话也在这儿 就是 有时候 剥点 剥点酒的什么的 给他 给我们这一块吃 对对对 那张健的这个病的话 呃 最先是 一个什么症状啊 最先的时候啊 嗯 就是 他的 他的肝部啊 有点疼 嗯 啊 然后呢 呃 他瘦得很快 嗯 我们发问 我们发现了 他瘦了 嗯 呃 平时血糖也高 嗯 嗯 因为我老婆是护士吧 嗯 就一直劝他 去医院说 这不是个好严肖 你赶紧去医院去看一下 嗯 嗯 结果他去看了 去看了化验了以后 你知道法国的医院是 是很效率很低的 嗯 嗯 给他 就是给他 给他检查了以后吧 就是说 确定是肝上 肝上有个地方 有个 有个水包 就是 就是肝腹水 不是也不是肝腹水 是 是肝上有个水种 对 嗯 嗯 我老婆就说 就说 这是个水种 如果破了 是对你的生命是 是有危险的 嗯 呃 所以说你赶紧 要住院 哪儿也不要去 嗯 结果呢 他 真的是质疑要去 嗯 我们怎么说也说不定 包括我们房东 跟他也是好几年的关系了 也对他挺好的 就一直在 我们一直在 那个房东 跟他 怎么 我不好意思 那个房东 甚至甚至连骂 带什么的带卷 那就是 就是让他 不让他去 不让他哭去 就让他 让他干减看病 这一次 哎 给我打电话 就哭了 哎 我觉得房东 给你打电话 他快哭了 他都哭了 就是就是 嗯 是挺心疼的 这个人挺好 这 专家这个人挺好 挺 真的是 是是是是是 对对对 他有没有跟你说 他去那个亚洲的那个目的 他为什么去啊 嗯 他去好像是 是有参与一个什么会议 那个我也 我也记不清楚 嗯 当时我就觉得 我说你自己出去 很危险的 是不是有个不爱什么的 最好 也没有 就自己去的 嗯 好像他去 去印度 好像是 呃 参加 参加那个民阵的会议 然后他们在 好像在东南亚国家 还有一个会议 可能是 我听 听他说是这样 他说 他说不去 不行 都想让我 都一直让我去 都答应了 哎呀 哎呀 这个确实很不幸啊 呃 因为他 我我当时到欧洲 就是见你在巴黎 见你的 前一两天 很跟他联系呢 呃 就是 是的 一直一直听话的 是 我有他那个 十三号 十三号 他还在微信上发东西 对 哎呀 这个东西 谁能想得到呢 对对对 好 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那你那个 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自己 你简单介绍一下 啊 啊 我 我 我就荣子力 来自山东 自博 嗯 我是 我是 我是2017年 十二月份来到法国的 嗯 嗯 神奇 政治避难 嗯 嗯 现在还没有 身份还没有下来 嗯 来了以后 来了以后 找到张健 以后就搬到张健这儿 张健在家里跟他住在一起 挺好的 我们在一起交流 都经常的经常的在一起在一起谈这个关于中国民主 好 我感觉张健这个人是个是个男人 是个值得我敬重的男人啊 嗯 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这么多年 奔波 嗯 很不幸 没有看到 他没有天眼看到 这个中共暴政的灭亡 好 太遗憾了 好好好 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啊 你有时间的我们再 呃 常聊 看以后那个张健的后事啊 这些我们再经历我的交流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